今天和大家討論一個通貨膨脹的問題 這是切身關乎我們每一個人的銀子的購買力 我們面對環球的通脹 以及全球的量化寬鬆 特別是港元和美元掛鉤 從2008年及國際金融風暴 2020年至2024年疫情下 美國是不斷引銀子去量化寬鬆 歐洲和全世界都在做量化寬鬆 所以全世界引起銀子 令到我們香港的港幣很被動式 扣淡了 另一方面我們香港是輸入性的 所有物件都是輸入的 所以我們面對很多輸入的材料去通脹的時候 我們必然會面對輸入性通脹 那怎樣能夠保住我們的財產呢? 一般我們做生意的人 不會做得那麼被動 把錢賺了錢放在銀行 他們會用什麼方法呢? 通常來講就是放在物業、股票、債券 持回少量的現金 目的是什麼呢? 面對時間洗禮的通貨膨脹 所以我們看到物業方面是有抗衡通脹 以及另一方面有增值的特性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也很關乎一些優質物業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通貨膨脹的量化 就是在美國 2019年的時候 買35罐的可樂在Costco 就大約是10元左右 2024年來說 同一個數量的可樂 賣到20元 而回到香港來講 我經常入街市 在2020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通常買一斤菜 大約是10元左右 而我們現在入街市 是賺不到10元一斤菜心 基本上大約是2至頭 這個大家可能是家庭主婦來講 默默去接受的 柴米油 不太說了 在我們的餐飲來講 大家都看到 2020年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30元以下 基本上都有一個叫碟口飯 到2024年 又回了 大約是50-60元左右 所以來講 令至我們通關之後 很多朋友 我們叫做年長的1至5 年輕的星期六日 大部分人 衝去國內 我們叫做緩衝了香港物價那種貴 大陸來講 可以買到三分一價錢的東西 無論是食物 在質量和價錢方面 絕對是給香港優勢的 但是這件事會不會永遠都存在呢? 國內很多行業都向下走的時候 而國內也開始一個 叫做 好像美國那樣的 量化寬鬆 印銀子 其實國內來講 第一 它的銀子量 其實都非常之多 量化寬鬆來講 其實我相信 國內在這幾年裡 都有印過銀子 但是這個是這麼大規模的印銀子 我相信 在2024年 更加會大刀闊斧 它的M2已經去到三百萬億 這個數字是非常之驚人的 而在四年裡 印了大約一百萬億的銀子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我們在這個物價裡 其實我們看到 在樓價和物價裡 都可以反映出來的 但是現在來講 因為樓市下行 而隱藏了未來的升幅 因為我和一些建築界的朋友 談過 而在買原材料水泥鋼筋來講 每每每都是 都會有10% 10%以上 升上去 而因為現在 國內 剛剛做了一個 我們說 因為經濟不好 也開始了 印銀子的速度 所以來講 我們也要面臨 一個 未來經濟 向下行的時候 用這個 印銀子 而刺激的經濟 和減息 我們看來講 這個也是不可逆轉的 回到頭來講 如果大家在消費角度 或者香港市民來講 現在可能對價錢 大家要特別留意一下 你今天買的貨品來講 你拍一張照片 兩年之後我相信這個價錢 應該會回幾回 現在我們香港人 能夠享受到國內 那種嘉年物理的商品 和服務 其實我們最關心就是 如何我們的購買力 持續 如何去保持 我們叫做高質素的享受 這個關乎於 我們的現金 財富是否不斷增長 和 抗衡了通脹 所以我們現在這分鐘 其實是 不是說是 著重在退休方面 著重在理財方面 和如何去抗衡通脹 日後來講 有人民幣的現金流 和人民幣的資產 的收益 我們是最關乎這件事的 最關乎的 無論如何去使用 和人之間 放進去 兩國 用禁止 一條 用禁止